大家好,我春天种的黄瓜已经进入节瓜期了 你看,下面已经有黄瓜可以采摘了 这个时候天气逐渐热了起来 黄瓜增长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们要向黄瓜产量跟上去 一定要加强水肥的管理 水一定不能缺 晴天的话一般五天左右就浇一次水 而且浇水一般要配上一些肥料 比如说大量元素水溶肥 快速补充营养 这样黄瓜产量才会高 而且呢,节的品质也会更好 您的黄瓜长得怎么样了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期给我留言